第十五五 助难壮严 这一句 要对应我们现前的环境 我们感受会特别深 我们今天的处境 灾难太多了 个人的灾难是病苦 是忧虑烦恼太多 这是个人的灾难 共业的灾难 就是地球 许许多多的灾变 地震 火山爆发 海啸 这些风灾 气候的变化 现在四季 突变 春天秋天 几乎没有了 夏天特别热 冬天特别冷 许许多的物种 不能适应气候 它就灭绝了 物种的灭绝 对人类在地球上生存 产生很大的影响 这个影响最明显的 就是我们今天讲的 粮食危机 水资源的危机 将来干净的水没有了 这还得了吗 能源的危机 各种危机 统统出现了 我们学大臣的人知道 所有一切危机 所有一切危机 与自己起心动念 言语造作 有密切关联 哪有什么自然 没有自然灾害 自然不会有灾害 佛说得很清楚 一切众生 业力所感 极乐世界是业力 敬业 天人是善业 三窝道是物业 我们现在这人道 没有善念 善念 善言 善行都没有了 那我们今天在人道 要受三窝道的苦 佛说得清楚 现在受的这些苦 叫花报 受完之后 到三窝道就是受 那是果报 果报比花报是更苦 如何拯救先前的灾难 连黎世民都说 念佛 只有念佛 如果全世界的人都能够念佛 灾难就化解了 但是 人不肯念 说这是迷信 这不和科学 真的 大臣里面很多是超出科学 科学不能解释 不是不能解释 现前的科学不能解释 或者是再过几十年 再过几百年 科学就能解释 但是几十年 几百年 这个世界就没有了 这一桩事情 只有深入大臣的人知道 知道了 救不了这个世界 至少得救自己 化解不了世界的大灾难 至少我们居住这个地区 这些灾难应该不太化解 这可以做得到 如果我们修行的功力够 我们住在澳洲 澳洲这块土地上 不会有灾难 功夫不够 澳洲还是有灾难 我们居住这个地区 这个州 这个城市 不会有灾难 这是真的 这是肯定可以做得到的 那么修佛的人越多越好 要真修 假学佛的人不行 要真修 要真正把心态改变过来 佛是什么心 佛天天叫我们发菩提心 我们用最简单的话 最明显的话 表示出来 什么叫菩提心 菩提心的体是真真真心 没有虚伪 真诚到极处 叫至诚感同 我们能感应佛菩萨 真真真真心 真真心的自受用 就是清净心 平等心 正确心 真真心的他受用 就是大慈大悲 要这样存心 要这样存心才行 帮助一些众生 利苦得乐 帮助他利苦是悲心 帮助他得乐是慈心 利苦得乐里头 最重要的是帮助他开悟 破密开悟 所有一切苦 都是从迷来的 真正的乐 是从觉悟来的 所以佛 菩萨 到这个世界来 帮助众生 无不适用教学的方法 用示范的方法 自己真正做出来 给大家看 示范 教训 这是究竟圆满的慈悲救济 你也识破了 你的灾难就没有了 你一张就笑了 迷不破 业障下不掉 灾难 没法子避免 觉悟就真正的路 觉悟聊的人 发息充满 觉悟聊的人 决定没有忧虑 决定没有牵挂 决定没有妄想 觉悟的像 是决计为人 人还有自私 没觉悟 他是轮回心 他造轮回业 头一个把自己舍掉 无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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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个无我呢 只有别人 没有自己 我活在这个世界 全心全力 为一切众生服务 这就是大菩提心 只要能笑业障 有我就有业障 无我 业障就 没落绝处了 业障自然就没有了 只要你有我就有业障 只要有我 你的冤签债主 就能找到你 就能找你麻烦 我没有了 冤签债主找不到了 找不到不就算了 那没有法子了 所以你不知道 无我的落去 无我就无助难 什么灾难都没有了